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 44个孩子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会歌 天来之音 在那一刻温暖了世界的心 许多人可能想不到 这些孩子们都来自大山深处 八年前他们的学校才开始有了音乐课 他们的家乡河北省富平县 曾经是深度贫困区 中国的脱贫攻坚动员令正是从这里发出 家园越变越好 孩子们的歌也越唱越开心 今天让我们循着歌声走进太行山深处 了解那曲奥林匹克颂背后的故事 冬奥会闭幕式结束后 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们回到了家乡河北省富平县 在开学第一课上 他们分享了这个寒假参与冬奥会的见闻 开幕式的时候 我又紧张又激动的 因为紧张就是怕动作忘了 激动就是因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的到来 我们排练了那么久 就是为了这一天 我也很开心 我也很荣幸能登上这么大的国际舞台 我们44个同学的乐望 就是去北京天安门看 冰哥哥们升旗 老师帮我们实现了乐望 冰哥哥们升旗 特别的壮观 不法整齐 我们尽力唱国歌 特别开心 我的口令现在很简洁 是会歌 马兰花合唱团 由富平县城南庄镇的44个孩子组成 分别来自镇里的五所学校 最大的12岁 最小的只有6岁 在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上 44个孩子用天籁般的声音 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而这支合唱团成立 却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让这些孩子们用希腊语 唱出奥林匹克颂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一点空难 先念然后唱 唱起来 可以用RA用音品 我们先唱了一个铺 知道它那个节奏 然后再开始念它那个希腊语 然后再唱起来 我们有时候还没笑那个希腊语的时候 都会 就是跟着它那个节奏 像这样唱唱 习庆如是本次冬奥会开闭幕式上 参与演出的44个孩子之一 开始学习希腊语唱歌并不容易 但凭借着自身对音乐的喜好和勤奋努力 习庆如很快掌握了要领 习庆如在音乐上的灵感 还要从二年级时的音乐启蒙老师说起 二年级和邓老师练过几天时间 三年级暑假的时候参加的小乐队 我们先笑里到RAMI 然后都是接铺 然后都小杆 然后学业器 五线铺 我练吉他的时候 我喜欢小提琴 然后邓奶奶她都跟我说 练好吉他在学小提琴 我那个小提琴之前就是邓奶奶 规定的时间去擦那儿练歌练琴 在寒假的时候10点到12点 下午的话2点到4点 习庆如口中的邓老师 是马兰花合唱团的前身 马兰小乐队的创办者邓小兰 2003年清明 她来到富平县马兰村 为《禁茶记日报》的革命烈士们扫墓时 发现这里的孩子没有上过音乐课 连这简单的儿歌都不会唱 我当时说让小孩子唱歌 他们也不会 什么歌都不会 我就觉得心里有点 怎么说呢 就是空落落的 好像心里不好受 因为我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 在这马兰这儿生活战斗 这个小山村跟我们好像更亲近一些 我就想有机会我一定教他们唱歌 邓小兰从幼儿园到中学 接受了专业的音乐教育 音乐成为了她一生的爱好 这也成为她教孩子们学习音乐的基础 我从小学中学音乐教育都挺好的 上课的时候老师都会弹着钢琴 你就随着音乐进到教室 走的时候也是这样 从小学学音乐就是 时常练耳听力这些的食谱 发声练习 可以说很专业吧 高中的时候才开始学小提琴 音乐的乐理知识就会更完整一些 从2004年开始 退休后的邓小兰 分驳于北京和马兰青之间 他决定用五线谱 给山里娃的生活增添一抹色彩 让孩子们体会到音乐的乐趣 我就是想让他们学会了唱歌 因为我觉得唱歌很愉快 唱歌能给人带来快乐 所以我就想让他们学会唱歌 大家在一块的时候 做着游戏唱唱歌 这都愉快啊 那音乐就是他的好朋友了 我教他们他们学得好了 他们回报我的就是快乐 你叫什么名字啊 2006年 邓小兰将自己家的弦制乐器 搬到马兰 为孩子们组建了一支马兰小乐队 孩子们学得慢 邓小兰便从抖来咪开始教 慢慢的 孩子们学会了一首又一首歌曲 为了保持孩子们学习音乐的热情 邓小兰为马兰小乐队 积极争取各种演出的机会 如果有人听 人家觉得他表演得挺好 就会赞美他 他就会得到一种快乐的回报 他们觉得我们可以学得很好 可以学得很棒 自信心增强了就是 那不就是他更爱学吗 这是一个凉气情况 那我当然就愿意这样做了 对 对 他的再爽快点 同样关心这片山区孩子音乐学习的 还有在石猴小学支教的副老师 2016年 北京市启动了老校长下乡工程 利用老校长的优质资源 对口帮扶周边贫困山区的乡村学校建设 副宝环作为第一批下乡的老校长 来到了副平 对于去稍微偏远的一些地方 去支教或者是助教 因为有一些差距 我们需要把首都这些更新的教育理念 过去带到那儿 和当地的老师们做交流 让音乐教育发展得更好 更全面 更普遍 然而让副老师没有想到的是 石猴小学竟然没有音乐老师 学生们也从来没有上过正式的音乐课 真正到了这个地方 和我想象不一样 没想到这没有音乐老师 学生也不上音乐课 这个是让我比较意外的 当时的那个校长就说 那听说副老师是音乐老师 能不能给我们上一节音乐课呀 这儿的孩子没上过音乐课 我责物旁贷 我就应该给人家上音乐课 让孩子们知道了 这个在学校生活里面 除了语树英还有音乐课呢 让他们可以放声歌唱的 这么一个环节 也从中感受一些 学校生活的美好和快乐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事情 从那以后 副老师便每个月来乡村小学 上一节音乐课 从低年级到高年级 孩子们通过音乐 获得乐趣的同时 也增长了知识 开阔了视野 这个就是构成音乐的七个音符 北京西城区对口呢 帮扶我们府平 有好多的这个老校长 都充实到队伍中来 是吧 咱们说这个白发苍苍 在出真 是吧 这个非常感人 一支教呢 也就是说五六年 每个月都奔波于北京 和府平之间 他们很辛苦 我们府平的教育上 取得的一些成绩 与他们是功不可没的 还是这个 反复三遍你就会了 对 起 好极了 学了音乐以后 他们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他不见得将来去做这个 去从事音乐这个相关的行业 但是他要长大 他要有方方面面的文化的积淀 那么音乐是文化积淀当中的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为了让大山里的孩子们 享受更公平 更优质的教育 政府加大了教育资金投入 用作乡村小学的硬件设施升级 复平八一学校盖了新教学楼 有了音乐 美术教室和实验室 还增加了篮球场 升级后的八一学校 可容纳五百多名学生就读 一百多名远途学生寄宿 覆盖城南庄镇的十个行政村 硬件上得到了改善 现在都用多媒体的教学 也就是缩短了我们和城市之间的差别 你比如说这所学校 它有录播课堂 录播教室 老师在讲完课以后 可以及时地录下来 那么通过这个录像的反馈 能够也都找到自身的不足 再一个呢 也可以通过 咱们这套系统和北京的八一学校 实时的实时互动 那么可以开拓了咱们说 这个学生的这个事业 中午十二点午餐时间 孩子们陆续开始排队打饭 这天中午 学校食堂的菜谱是红烧肉 木耳炒鸡蛋和胡萝卜炒土豆丝 午餐是免费的 每名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选择其中一道菜 这是政府提供的贫困山区 营养改善计划 五元免费午餐 孩子们不仅吃得饱 吃得好 食品安全也得到保障 国家贫困山区的这个营养改善计划 中午免费的午餐 从周一到周五 每天中午三个热菜 热菜是每天和每天都不同样 米饭馒头管保 是孩子们能够得到均衡的营养 能够有利于孩子们身体的成长 中午饭吃到学校不回家 可以解放出家里边的劳力来 也就是说可以父母 不用再为孩子们吃饭再分心 第三个孩子们不回家 也可以有效地解决 孩子们在路上的安全问题 乡村教育的改善 不仅依靠基础设施的提升 教师队伍的培养与补充也同样重要 高校毕业生来农村学校任教 使乡村小学的师资队伍 补充了年轻力量 2014年以来 傅平新建了13所农村寄宿制学校 让所有士林贫困学生 都得以走入校园 贫困学生辍学问题 也因此得到解决 新建城区学校 改造提升乡村小规模学校 和薄弱学校 确保贫困孩子们就近上学 目前老校长下乡计划第二期已经启动 未来会有更多的优质资源给到傅平 学校教育将会得到更快的发展 珍得歌唱 復 圣也 富平寓意兴盛平安 然而 由于历史原因和交通闭塞 富平长期处于深度贫困状态 区域内沟壑纵横 山地贫瘠 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一亩 九山半水半分田 是这里最真实的写照 这个是我的衣瓜 那还不够吃的呀 种粮靠天 出门靠腿 散居在太行山中的村民 还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前 建造的土坯房 石头房 这个村子 你看到这种小片片 那十来家子 还住这位那西里 想跟我们这个园子 都这么快 那么个三十人车小银里 有老病 这儿老有没有家的车 十个小腿车都太阳 还是这么的 没了能了头 这里面那不方便的行李 人家的房子也快塌 你这一半也没有家的能力 偏远闭塞 是导致富贫贫困的主因 从2015年开始 异地扶贫搬迁在中国22个省份 近1400个县相继展开 2016年 富贫开始实施异地扶贫搬迁项目 5万多村民走出大山 牵制39个异地安置区 合唱团中的不少孩子家庭 也从山区搬迁出来 牵制39个月 合唱团的赵一轩老家在格拉沟 父母原来在外地打工 姐弟三人由奶奶和爷爷照顾 2019年他们家告别土坯房 住进城南庄镇社区 一百平米的新楼房 我们2019年年底吧 搬过来和以前的相比的 搬过来肯定好了 最起码不用烧炉子 在家的时候每天也得烧炉子 不是去门 像你们家三个孩子 你对我这样的话 就是商品就方便了 以前的时候 在老家那边也得走六七里 新楼车也得十多分钟吧 然后来这儿就近了 来这块就方便了 老大就自己走着 也就用不了十分钟就了 现在七点鱼克了 不干嘛了 咱们走一会儿 就等着一会儿走吧 收拾好你的 前面盒装了吧 原来上下学需要走六七里地 现在孩子们搬到了 离学校更近的楼房 上下学只需要几分钟时间 为了帮助搬出来的贫困户在就业 政府在39个异地安置区 配套建设了207个产业园区 发展绿色蔬菜 家庭手工 乡村旅游等产业 为村民就近就业提供便利 送完孩子上学后 赵一轩的妈妈 就来到学校附近的香包厂 扶贫车间工作 以前我在外面打工来着 后来搬家以后 不是离这儿就近了吗 离得近 然后送完孩子以后 就可以直接来这块 不是还方便吗 离家也近 离学校也近 而且还能照顾孩子 像赵一轩妈妈这样的工作人员 厂子里还有近20个人 他们都是原来外出打工的年轻人 搬迁之后选择返乡 在家附近找工作 方便照顾家里的孩子 在这儿的话 应该都是为了说照顾孩子 然后来这儿没事了 来这儿干活活 收入上肯定是不如原来在外边 但是这样最起码 你可以陪伴孩子 是吧 陪伴孩子 照顾一下孩子 孩子也是喜欢 就是说爸爸妈妈 在身边陪伴 在扶贫 类似扶贫车间这样 15人以上加工点 已经发展到223家 同时开展手工编织等 小手工活进农户项目 手工业加工 为当地居民增加收入 提高了生活水平 现在厂子里边干活 像我吧 一天五六十六七十也没准 你干了时间长 它就这么多一点 现在你看搬到这儿来了 我也感觉是自信了吧 最起码你自己是吧 有房子了 房子不用你再去 那个挣钱买了 就是人家国家 都给你装修好了 然后油烟机啊 厕所 马桶什么的 都给你装好了 然后我们就买了点 这个沙发什么的 这个小区里边 就有那个门诊 你要是说有个头疼脑热的 或者什么的 你就直接去那了 也有那个家庭医生 他不是也是定期的 来家里边说凉凉血压 或者是什么的 和赵一轩同意合唱团的李隆恩 现在也生活在城南庄镇社区 没有搬迁之前 李隆恩家住在钱沟村 钱沟村这个地方有沟 但是没有钱 2012年 钱沟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人民币900元 不及全国农村水平的八分之一 在李隆恩的妈妈记忆里 只要下大雨 居民便没法出门 需要提前预备好生活物资 一到了下雨的季节 我们这山路吧 它是从河里修上一条路 到了发洪水的时候 我们就出不来了 所以说该到发洪水之前 我们说每家的老百姓 赶快就是说准备米面 生活用品什么的 就准备齐全了 等洪水发过以后 然后全村的老百姓 就是说就开始修路 修好了以后 我们才能出来 出不来 为了方便孩子们上学 李隆恩妈妈到镇上租了两间民房 一年两千元的租金 对这个贫困家庭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为了缓解租金的压力 她在镇上卖起了烧饼 哎 没办法 你不租房子的话 孩子们都上不成学 我们那上学 孩子们也特别的不方便 所以说在我们家老日上 一年级的时候 我出来租房子住 为了让孩子有一个 上学的时候吧 有一个上学的一个好的条件 所以说租房子在这住 租了个小门链 门链跪的不行 租不起了 买这个本来也赚不了多少钱 后来还是写的摆鸡条吧 这样的生活在2019年发生改变 异地扶贫搬迁后 他们一家搬进了城南庄镇社区 住进了政府提供的 125平米的电梯楼房 同时在村委会的帮助下 他还获得了一份工艺港的工作 家里的生活宽裕多了 我们大队公安卖的工艺港 让我们就说一个月上几次工艺港 冬天下大雪了是吧 各小区的路啊 还有是说高速引线吧 出了小雪 疫情来的时候 我们做疫情防范 就在就是上工艺港 还给我们就做补助吧 到时候半年下来 也有几千块钱 两三千块钱吧 都感觉到我们特别幸福 除了工艺港的工作外 李伦恩的妈妈逢急出摊 卖烧饼贴补家用 我这个出摊所以说点时间 时间自由 就是把孩子关完以后 再准备出摊 要是人多的话 一天能卖个三四百个 百十二块钱 所以尽量的时间都是 能不歇着就不歇着 尽量着活干 挣不了多挣不了少 搬出了大山 有了稳定的就业保障 一系列乡村特色产业的开展 富贫农村居民的生活 正在发生改变 进入新的生活模式 逐渐摆脱了贫困的面貌 开启了新生活 看着马拉花和唱团的孩子们 在冬奥会开幕式上欢唱 会想他们围绕在邓小兰奶奶身边 学着唱出第一个正式的乐谱 两个时空明明遥远 却让人感觉似乎没有距离 是真正的爱和关心 把孩子们带上了世界的舞台 是真正的爱和关心 让他们享受更好的教育 住进更漂亮的家园 生活在更美好的村庄 同样的故事也正发生在许许多多的乡村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凤凰聚焦 我是陈琳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